在我長達29年人生中,有很多曾經熱愛的人事物,累累去去 但就是有一個東西,我始終不為你,那就是RUNCOM 浪漫喜劇 其實這類型的片在大螢幕絕跡很多年了,現代人口味可能還是比較重一點 就是小清新小可愛的愛情片,觀眾可能已經不愛看了 就算是愛情相關的題材,可能也要結合一些血腥、驚悚 這時我就覺得Netflix就像一台時光機一樣,他們的原創內容非常的高產之外 各個年代類型的電影,你都還是在上面找得到 有時候還會發現那種都2020年,居然還有人這樣說故事的那種電影 加州聖誕戀曲就是這樣的一部電影 首先我對這種戀曲、愛的恰恰、知恋 這種標題的電影就是特別的沒有抵抗力 可能就是一些體內的BASIC 被X 作祟的部分,我就是很愛這種爛俗片 所以我就點進了Netflix上面的加州聖誕戀曲 這個BASIC 中的BASIC 它的每一句台詞和劇情發展,我都猜得到 很像是拿過去10年來的所有的浪漫喜劇 拼命踢貼而成的一個劇本 看了一下發現女主角自己居然是編劇兼紙片 然後男女主角現實生活中還是夫妻 看來是一個女主角想要自肥於目 當浪漫喜劇女主角的一個部分 加州聖誕戀曲援出了一個文室不光的花花公子 父母之名到某個偏鄉農場想要徵收公司土地 這個農場人家的女兒就死不賣地 死撐著照顧癌症的媽媽還有妹妹 男主角就想到用一些色幼之術 擄護女主角的心要改變主意 最後去弄假成真愛上女主角的故事 我覺得劇情很拔到這件事情完全沒有關係 像是愛的故事進行室、老闆送座堆 劇情也都不是最新潮的那種 但是你可以對過一些說故事的方式 角色魅力 讓人覺得這部電影看起來是舒服的 那加州聖誕戀曲就是完全沒有用心的那種 拔到讓人覺得好尷尬的那種 讓我以為到來這一切是怎麼發生 怎麼結束的 電影開頭就是男主角跟一個辣妹一夜親吻 所以我會打給你喔 然後心裡想說嘿嘿我才不會 然後走出房間 這個想要表達男主角是個渣男的方式 也太久了一年代了吧 而且是在刻板印象什麼啦 總之呢 下一幕是男主角要進他們家的公司 假裝又在上班 那他媽媽也就是CEO 就說兒子啊 你家有一塊土地一直有問題 去處理一下 那戶人家呢 聽說是個年輕女孩子 你不是最後搞定女孩子嗎 你去把他搞一搞 然後於是男主角就踏上了前往農場的路途 結果男主角呢 他就上演了一場賄賂木工 自己去演假木工 趁機攻陷女主角的戲碼 女主角呢 是個很悲情的女子 她上有重病老母 下有年幼的妹妹 一個人要hold住整個農場 過著入不敷出的生活 而且還剛在一場意外中 同時失去她的愛人 還有她的爸爸 但她還是非常的toth 她堅持不賣定 因為這裡他們一家人的回憶 自己就讓男主角非常的動心 為什麼浪漫喜劇的女主角 都這麼的不懈財富啊 這樣有比較高尚嗎 浪漫喜劇的女主角呢 都還有一個特質 就是他們雖然看起來都很堅強 實際上卻都沒有 大家想像那麼堅強 他們需要有一個懂他的人 通常是一個男人 出現讓他重開心房 盡情的撒嬌 然後這種劇情啊 都很喜歡強調女主角 很堅強啊 很特別之類的 但觀眾通常都很難看出來 他到底哪裡堅強特別 W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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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他有槍 Anyway電影都已經有試圖 想要幫女主角 營造女槍人的形象了 How about 讓他更聰明一點 男主角的假名叫做Manny 史上最容易被識破的假名 那這個白直男叫做Manny 一聽就是假名啊 可是女主角可以不起隱形 連他妹都懷疑男主角欸 女主角這麼大一個人 居然沒有發現 啊好 我理解 啊 讓我們跳的男主角 在酒吧英雄救美那場戲好了 是這樣子的 女生有個男性友人Connor 他其實是跟他過世的男友的共同朋友 這個Connor beschTC 他一直都有一點點暗列女主角 就想要約他出來喝一杯這樣 女主マ上反應很激烈說 我怎麼可能去跟你喝酒 你知道我只幫你要當朋友吧 跟朋友是不能到喝一杯嗎 有不要朋友卡發的這麼 rude 嗎? 總之這個 Connor 有一天心理不好 喝醉跑去的女主角的酒吧鬧事 這次態度比較強硬 雖然真的有在騷擾女主角 兩個人就在那邊拉扯這樣 男主角站出來說 hey let go 然後看他就說我偏不要 你可以怎樣 走不起來呢 男主角就給他一劑直拳 他們就一陣直男快打 女主角一個發怒 敲破酒瓶 為二兩人停止 這一幕才終於結束了 對 沒有錯 他很派 他很特別 反正 Connor 這個角色有點像是情敵兼反派的概念 那同樣比女主角先發現男主角的真實身份 女主角你到底怎麼了? 這部電影的前半對白呢 基本上我可以把它簡化成這個樣子 男主角就是一直 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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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義資本 女主角就是 Ma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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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主角就莫名愛上男主角了 我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發誓他們真的就這樣玩那個軟糖 玩了五分鐘 好乾乾 經歷一段蒙太琴呢 男主角最後就成功跟女主角一家人打成影片 看來這家人的樂趣是丟食物 女主角媽媽於是就感謝男主角 他說他很久沒有看到自己的女兒這麼開心了 Yeah Mam approved 那男主角呢就擄獲女主角一家人的心 但他自己也漸漸了解他們之後呢 開始不忍心徵收他們的地 這個時候你男主的媽媽就跟觀眾一樣等不下去了 就對男主角下最後通牒 說你給我趕快把這個事情處理好 不然我就要親自出馬了 我心想拜託阿姨 你趕快來 你二次想做一整個時間成本超級不划算的企劃 根本就是來純把妹的 浪費公司資源 男主角呢 於是陷入一個 到底要不要說實話呢 的一個掙扎當中 看到這裡我已經可以想像女主角發現真相的那個對話會怎麼進行 你怎麼可以對我說謊 你騙我你的真實身份 你根本欺騙我的感情 男主角就說 剛開始可能真的是這樣 但我後來真的愛上了你 要說你相信我 我對你真的是認真的 男主角就其實不想要面對這些喔 他就整個拖延症大發作 繼續演她的美女 然後每次想要跟女主角坦承呢 都會變成這樣 或是這樣 我仔細一看 男女主角演技蠻好的 這麼空洞的劇本 都可以演得這麼有戲劇張力 可能是真的夫妻的關係啦 他們就是蠻有火花 蠻有火花的 雖然有一些激發火花的點喔 我真的都看不太懂 像男主角有一段就要回憶他去世的爸爸 然後講到很喜歡他爸爸的手 然後女主角說莫名因為手的話題感到興奮良人 就開始修XX來 雖然痕 甜戈 男主角可能搞不定公司的租金 但是他還是有搞.... 總之I print 最後就是經過了Conor告狀 女主角卻還是發現了 男主角的真實身份 兩人大吵了一架 男主角就浪漫生辰告白 -你的名字? -你負責你的名字! -凱莉,我沒想到誰我是,我認識你。 女之豪就不吃這套,毅然決然要分手。 尷尬的是,這個時候男主角的媽媽已經來到了農場, 她說什麼都要收購這個農場,還提高了價格。 女之豪一家就已經別無選擇了,因為他們家負債累累, 要嘛就是接受她媽媽的offer,要嘛就是被銀行徵收土地。 -這是唯一的方法,讓她進去。 -我們會增加我們的offer給你的土地? 女主角還是要做垂死掙扎,她堅信自己一定可以找到其他的出路。 結果,我猜猜誰幫她找到了,Joseph! -你還沒有用盡頭來救我! 噢,尋愛的,你需要。 那真正的Manny呢,她發現女主角自家生產的紅酒, 其實是超級優質的夢幻酒種, 提議這種酒可以大量生產販賣, 那如果有酒商願意贊助他們,他們家就有救了。 有些男主角就立馬找到願意收購這些紅酒的酒商, 成功解決了危機。 By the way,這個真正的Manny呢,她是全片我最喜歡的角色, 她還比較像唯一的正常人。 女主角一家最後,順利留下農場, 改經營葡萄園,從此財富自由。 男主角就舉辦一場驚喜派對,感動眾人,感動天,連情敵都被感動,要女主角給男主角一個機會,然後女主角就跟男主角在一起了,歡樂大結局。 這部電影難看不是因為老梗,是因為角色都很平板之外,他想要傳達的訊息也都蠻詞不達意的, 這部電影明明就想要營造女主角很特別的氛圍,去讓他落入各種浪漫戲劇女主角的陷阱,而且從頭到尾都超級被動,沒有實際為自己的生活做出任何的改變。 那這種chick flick我看了很多,其中一個讓我愛看又愛罵的元素就是,在電影中搞砸的永遠都是男人,女人就是要被挽回。 通常男主角都一定要上演一段get her back 的戲碼,在路上狂奔啊,準備驚喜啊,救急道歉之類的。 那我覺得呢,如果是在一些比較年少無知的年紀看這些電影,真的會有一種潛移默化的思維,覺得只要感情出問題,需要積極解決的都是男生。 但明明我們女生也會犯錯啊,偶爾啦,就是會幹蠢事的不見得永遠都是男生。 那這種思想很像是把主控權交給另外一個人,喔他沒有挽回,他沒有道歉是不是不夠在意我,會不會有的是小女生會有這樣的思想。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要不得的地方就是,當Carly被Connor騷擾,男主角出面拯救她之後,對她說了一句,喔你值得更好的。 一整個讓我覺得,需要你跟我說啊,當然不值得被暴力相向動手動腳啊。 那為什麼這種浪漫情劇裡面的女主角都一副,如果沒有遇到一個會珍惜自己的男人,都不知道怎麼珍惜自己的樣子。 而且Carly的生活態度呢,看似很努力,其實卻很消極,你死不賣替總要有個plan B吧。 他維持生氣的方式呢,就是晚上去酒吧兼職,死撐著。我只能說有骨氣和愚蠢,是有差別的。 你沒資格酸男主角啦。 那最後一個我覺得這種浪漫喜劇最不該傳達的觀念就是, 渣男遇到真命天女,就會變暖男這件事情。 那渣男的成因很多種,不管他是什麼童年家庭不美滿啊,曾經被女主角傷害啊,乾你屁事啊! 他對你很爛就離開,不要在裡面,喔可是我覺得他人很好,大家誤會他。 爛人就是爛人,你一定要去糟蹋別人的生命去,不要去糟蹋你的。 那這部電影呢,雖然在台灣有點乏人問津,但在北美,很多人看, 他目前確定會續定第二集,但我不確定第二集,會不會一樣是女主角的編曲啊?